大家好,我是Iffy,今天我们再来分享一篇来自BizNow的文章 在近年兴起的网络购物冲击之下 像梅西、沃尔玛等这种主流的百货商店似乎都在关店 其中一个很知名的老牌购物中心Sears也躲不过这个关店的浪潮 Sears是1886年成立的美国最大零售卖场 到今天已经有131年的历史了 2004年,Sears曾经与Kmart联手建立电商平台 曾经一度超越沃尔玛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亚马逊的崛起 Sears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过去4年总共亏损70亿美元 股票下降25% 10年前,美国主要实体零售店市值曾一度高达4000亿美元 那时亚马逊的市值仅为175亿美元 但到了2017年年初 亚马逊的市值已经高达3581亿美元 超过了8大零售商的总和 这几年,一波又一波的店面关闭热潮正在席卷整个零售行业 就连大家熟知的巨无霸企业Target、索尼等也难逃厄运 由于人们购物方式的变化 这些零售店仍然落脚在不合适的地段 或者说在规模以及布局上已经变得落伍 作为一家传统零售巨头 没有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错过了吸引年轻顾客的机会 Sears所谓的时尚品 从来就没有获得年轻人的青睐 甚至年轻人对其不屑一顾 因而几乎沦为了一个祖母级消费群体的购物地方 Sears加拿大店直到近年才开始加强网络购物 但是为时已晚 行动过于缓慢 已经错过了电商的浪潮 随着网购行业的不断发展 当网购成为主流时 传统零售业的生存空间势必会被压缩 在电商出现之后 主动权发生了变化 购物者掌握了购物地点 购物方式和价格方面的选择权 传统零售商招架不住 电商购物便利和低价格的竞争 据计算 在美国电商渗透率每增加1% 服装专卖店运营利润将下降600个基点 对于实体店的消亡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 亚马逊正在吞噬实体零售店 从2010年到2016年 亚马逊在北美销量增长了5倍 可以说在6年里增长了3个Sears百货的体量 为了与线上竞争 很多实体店打起了价格战 这实在不是个上策 他们只看到了价格方面的因素 却没有反思在成本 供应链和物流上的缺失 对于实体零售商来说 最大的挑战模式 是如何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 来获得现金流 线上线下融合 是百货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 对于在线零售商 比如亚马逊来说 大数据是其零售革命的重要环节 比如数据可以帮助商家计算出 哪些是最紧俏的商品 以及什么时候消费者会购买它们 并以此更加高效地增加自己的库存 这是线下零售商应该学习的 总之呢 百货行业不会消亡 但传统的百货购物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 百货公司运用团队 以经营消费者为主要工作 以流量获取核心为指标 以提高消费者体验为最终目标 期望在购买商品的同时 更多满足其体验与参与的需求 在这种消费市场环境中 把握并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 并关注满足消费者体验的商家 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